今天要去的呢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建筑 它在91层呢 开了一个观光层 可以看到整个曼哈顿中下城的夜景 这个地儿呢 叫做Summit 它是这两年才刚刚开的 所以非常的新 由于它是一个室内的观光景点 所以它对人流还是有一定限制的 并不会无限量的卖票 很可能呢 如果您在前一天或者当天去购买日落的票呢 就发现它已经卖光了 别忘了在入场和拍摄之间呢 稍微留这么10到15分钟的一个空隙 因为进去之后还得安检 然后还得拍照片 然后排队 坐电梯什么的 反正得耽误个10分钟15分钟的 早点出来 早点准备 所以我建议您还是就是在日落时间之前 一个半小时 我觉得是比较保险的 看一眼它这个门票啊 34 如果不是纽约居民的话 它就是39了 该用5个年34 然后加上10个年的日落44 税是4块1毛8 还有一个处理的费用3块 然后一共加在一起 一共是51块1毛8 那么花这51块1毛8 您能在这上面拍到什么呢 电梯实在是太宽了 一瞬间 一瞬间我已经从一楼到了角度 现在是就是一层三的亮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Sumit它一共是三层 每一层的风景可以说是窗外 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三边 从这个楼的这个南边和东西两侧 可以看到窗外的风景 然后剩下的呢 就是每一层室内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儿吧 是我去过的所有的这个楼顶里边 体验感是最强的 您甚至于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纯观景台 它还带一些博物馆的感觉 里边会有一些体验 然后会有一些视觉的感受的东西 都挺有意思的 甭管是自己来还是带着朋友孩子一块过来 拍照片和体验什么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但是但是啊 我建议您先别着急体验 因为这三层啊 它是一个单向的 从这个一楼往上上才是体验的几个馆 上去之后就回不来了 只能出去了 而这个三楼呢 它就是户外的了 特别冷 冬天夏天肯定都保兽 今天那个实在是太冷了 我非常清醒我没有选择户外的来几个 太可怕了 看看那边的景 所以呢 我建议还是就是说 咱们先进来之后呢 在一层待着 甚至于二层也还行吧 但是如果说这个拍摄机位最多的呢 还是一楼 因为一楼它整个大厅 都是可以捋着窗边坐 然后反正提前点 咱们到那站上地儿 然后就可以拍了 但如果是上了楼之后呢 二楼呢 它会稍微有一点特殊的装饰的效果 上下都是那种镜面的 挺漂亮的 拍人像没问题 但是如果拍景的话呢 我还是觉得 没有一楼的选择性要多 然后三楼呢 就更别提了 户外的 无论这哪一层 反正那三层吧 它都是有玻璃的 所以拍起来的时候呢 玻璃的反射呢 还是一个挺大的问题的 哎我自己做了这么个东西 今天拍呢 是我第一次尝试使用它 实际上之前呢 我买过一个lens skirt 哎呀 说实话不是特别的好用 失败过一回 所以就让我有点愁了 有点不太敢使用了 想要找一个其他的解决方案 而且它那东西有点大 用起来呢 其实不是特别的方便 而且使不住那东西 之后呢 在网上看见这么一根 抹筒子似的 然后上礼拜我们家门口 开了一个 Five below 然后一看 哎 这个狗的这水碗 感觉这个造型有点眼熟啊 这不就是我看那个皮筒子 那个 呵呵呵 防反光的那玩意儿吗 一看件 3块5得了 来一个 拿回家照着这个镜头盖啊 搅一空眼 套到镜头前面 哎 今天第一次用 您别说还挺好用的 反正在我这个1635 这个广点镜头上 没有问题 一点暗点都没有 反正照的时候 稍微的小心一点 尽量的让镜头呢 贴近这个窗户 您注意啊 这口别开太大了 像我这个撒镜头 是67 77 82的 哎 我是照这个中间的77开的口 要是照这82呢 放在67上呢 就太大了 所以呢 哎 您找一个您那个镜头 中当件一点的这个尺寸 来裁这个窟窿 镜头我今天把我所有的这个镜头都带出来了 1655 45100 100 400 相当于就是从16毫米一直到400毫米呢 就全都能覆盖的上了 我发现那长焦似乎也不是特别的必要 况且这个室内在用不了三脚架什么的晚上那个暗光的时候端起来确实有点困难 而且这个风景好像也都用不上400这么远的焦距 所以我想如果您要是带个70-200什么的应该也是足够的 在拍车设备方面呢 这个地儿它是肯定百分百 不让用三脚架的 但是用这种桌面的 或者这种低角度像 你看我这个 滑梯怕的搁在地上这种 基本上就是没有人管 像那种小的手机三脚架肯定也没问题 反正只要能支得住您那台机器 我觉得还是挺需要这个三脚架的 因为又要防反光 然后又要在暗光下拍 就是太忙活了 咱们有个三脚架把它给支住了呢 可以更好的控制相机的操作 我还是强烈会建议大家至少带个小架子过来 因为这个夜景强曝光或者是用包围曝光都是有这个需要的 咱们还是保证相机的稳定性 但是如果您实在是没有这种小型的话也不用太着急 您看我这个当时我这个只有一个架子就给我这个相机拍延时了 那我另外一台机器也想架的话怎么办呢 一个方法就是把它给支到包上 拿包当三脚架 如果这个曝光时间不是特别长的话 基本上问题不大 再有呢就是放在地上 但是放地面上有一个问题就是镜头啊 它比较的小 相机机身呢比较高 咱们用这个手机或者是电池 总之就是这个厚度合斥的 随便找到您身上这东西 把它给稍微支一下 这这就解决了 所以这小三脚架的事呢 您不用特别的上心 但是如果有的话呢 咱最好背一个 在曝光上呢 日落之后还是会需要长曝光的 还有就是在日落期间 如果您想拍出车轨的效果 那还是需要带个减光滤镜的 我今天用了三档的减光滤镜 因为今天有点阴天嘛 那如果要是光线特别好的话 我估计可能您还得用一个六档的减光 十档的减光滤镜 在日落期间用就稍微有点长了 所以我也没有去尝试它 今儿在地上坐了一会儿 晚点的时候出暖气了 屁股底下边烫 大家也都坐不住就起来了 空人这招还挺好吃的 夏天肯定有空调 所以这地儿我觉得冬天跟夏天来的 比较舒服一点 它室内的吧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特别丑 这时候跟着不清静 乌泱乌泵的 因为这个乘托人这声都聚集在这个空间里边 找特别门 得嘞 开的老开心了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追光笔记 我是艾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回还一起出来 拍照片 拜拜 晚安